我们来看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困扰约伯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神处理苦难的方式 到底是什么 就是当别人碰到苦难的时候 神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苦难 那约伯最大的困惑就是 为什么我在苦难中的时候 你不回答我 Why not answer me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你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痛苦 这么多的困惑 在我最失明最无助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讲话 你怎么会是这样子来处理苦难呢 这是约伯心中的第一个痛苦 从前你跟我这么亲密 像好朋友一样 你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你不见了 我们有没有这个困难 常常在困苦中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神说 神那你在哪里 我们自己不问的话 撒旦会帮我们问 你的神到底到哪里去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处理问题 那么我们就看看 以利乎怎么回答 第一个 神是至高无上的神 他根本就不需要向每个人 解释他的作为 所以我记得911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美国两个Twin Tower 贸易大厦倒下来 其实在美国的人 包括我们是中国人 到美国寄居 看到两栋楼下来 眼泪都下来 你就看到他那样子 这样下来 所有人都很心痛 记得别人去问 Billy Graham的时候 Billy Graham说 我不知道答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中肯的回答 他没有说因为 他是一个这么得高望重 在美国这么有影响力 所有美国的总统 从他被神用以后 每一届的总统 都是他的好朋友一样 但是他这个人 别人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不知道 苦难不见得一定有答案 他也不见得 一定需要给我们解释 虽然很多的时候 他会回答我们 但是他不见得都回答我们 他也更不欠着 需要回答我们 因为有些事情 不久以后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 例如说拉撒路 别人来请耶稣 耶稣救赎不去 故意单两天不去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马大马利亚 就会想说 主你为什么不来 你为什么不来 我们不能够明白 没有答案 问别人 你去问了耶稣 耶稣怎么说 他说我不知道 我跟他讲了 说所爱的人病了 他说那他都没说什么 他说没有 他再打发人去 可能还是不来 不来就是不来 不知道答案 但是过两天以后 这个耶稣来了 走路过来 已经隔了四天了 那么答案全部揭晓了 对不对 这个为了神的荣耀 真是为了神的荣耀 有些答案可能是要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的 我记得以前 跟弟兄姊妹讲了 一个小小的故事 在英国有一个 非常有钱 有权的一个贵族 那么她有一个独生的女儿 非常爱的一个独生的女儿 从小宝贝挡杂起来 这个女儿从小读了很多 宣教士的传记 所以她很想有一天 自己能够成为宣教士 她的爸爸也不当回事 想这个小孩子 也就没当回事了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 等到长大 长大 大学毕业了以后 她跑来跟她爸妈说 我要去当宣教士 那故事你们可能听过 那个父母亲不能接受 但是孩子很坚持 所以后来 怎么劝都没有用的时候 他们就一起来送行 把她送到火车站 她要从英国搭车 然后要搭船到非洲去 就哪里晓得 火车快开动的时候 她站在门口跟他们招手 这个火车一下子震动了一下 她这个人掉到铁轨上去了 那么后来 铁轨把她的一条腿给压断 所以她就被拉出来 送到医院去 虽然命保存了 但是腿断掉了 她自己非常不能够明白为什么 她的爸爸妈妈更是心痛不已 想说你看叫你不要去 你硬要去 那么因为家里面很有钱 所以后来帮她装了一条一只 这个腿装上去了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姊妹心里面慢慢恢复了以后 她觉得神还是呼召她去非洲 她就再来跟爸爸妈妈讲 哎呀 爸爸妈妈气得不得了 她说我上次跟你讲了 你不听 现在跟你讲 你现在一条腿你还要去 两条腿你都讨不过这些土人 你一条腿你怎么讨得过 长话短说 但是她还是要去 她说神那么清楚地带领她 结果她走的时候 这一次一个人都不来送她 连爸爸妈妈都不来送她 她就孤孤单单提的箱子 到了非洲去 到了非洲 她融入当地的宣教团队 在那边学语言 在那边过很辛苦的生活 在那里服侍他们 那么有一天她负责去采购 那么她出去采购的时候 结果回来她走迷路了 走着走着越走越走着反方向 走到山里面去了 走到山里面去 她就突然看到一些非洲小孩子 这些非洲小孩子没有看过白人 吓哭了 那个孩子哭叫的时候 就突然几个黑人 这个土著 标形大汗出现了 结果就把她给抓去了 抓去了以后 后来才知道 这个土著是当时少数留下来的 还是食人足 是吃人的 所以他们把她抓了以后 就准备要把她献祭 那好几个宣教士在这里被献祭 来到这里就被抓 白人经过这里就被杀 所以她这个女孩子也被抓了 那天班晚在那个广场上面 他们准备要献祭 跟平常一样 把她绑在柱子面前 那底下准备要把她柴火都放好 准备要献祭了 那么就在要准备 要在那边跳舞啊 唱歌啊 准备要献祭的时候 那我们的姊妹突然里面 组给她一个灵感 她就弯下腰 把她那个翼姿 那个塑胶腿给拆下来 这么一拆的时候 所有要来抓她的土著 全部下的倒在旁边 想说这是谁 居然可以把腿拆下来 从来没有看过的人 他有这么大的超人能力 把腿可以拆下来 那个酋长坐在虎皮大衣上 这个酋长 简直也不敢相信 他就站起来 把这个腿接过来 他当场咬一口 一咬发现腿是硬的 他马上跪下来 他觉得是神降临 在那边拜他 所有的土著都拜他 不仅仅没有吃他 福音这么一个坚固的淫灵 多少人被土著吃掉了 却借着一个弱女子 把福音传进去 让他们都跪向神 很多的时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找不到答案 真的找不到答案 甚至我们受到很多的羞辱 你爱主会爱成这个样子 你走主的道路走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你 你生活都养不下去了 你看看你 你得救了多少人 教会到现在还是不到十个人 我们会见到很多的羞辱 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 主我爱你 我明明是去看望 你却让我撞车 我明明到医院里面去 我为了爱他 我为了按手祷告 这个病去传到我身上 结果现在他出院了 我住院了 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 我们以为神一定保护我们 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 神一定会看守 神一定会保护 结果我们却得了这个病 所以我们很多的为什么 很多的为什么 很多的为什么 不明白 神没有解释 他可以解释 但是他并不欠我们解释 因为他所有的事情 底下说到 他都有原因的 我们不见得知道 他也不见得现在 要让我们知道 所以在这边 33章12节 我要回答你说 你这话无理 前面因为约伯在埋怨神 就是第八节 你所说的 我听见了 也听见了你的言语 说我是清洁无过的 我是无辜的 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 是神找机会 攻击我 以我为仇敌 把我的脚上了木狗 窥查我一切的道路 所以你发现 约伯这个时候 是已经灰心至极 他也从来没有想到 他会对神 有这样子的埋怨跟小心 这都是他从前不知道的 底下 一律夫给他的回答 他说我要回答你说 你这话无理 因为神比世人更大 你为何与他争论呢 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 并不是他都不对人解说 神不见得都对人解说 那英文的翻译是比较准确一点 他是说你为什么要埋怨 他说他都不肯回答我 或是他都不会回答我 这是约伯对神的苦读 觉得我不管怎么问他 他都不会回答的 并不是神都不回答 很多的时候神回答 但是神并不欠我们一个回答 这是一个该有的态度 第二个他说更何况 神已经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 回答人 只是人常常听不见 所以他举了三件事情 例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 世人却不领会 所以神回答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神自己说 第二个 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方法来回答人 甚至用人睡觉的时候 他都可以用梦和意象 来对人说话 神用环境说话 神用我们的经验说话 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回答我们 世的目的是为了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 印在他们心上 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 不行骄傲的事 男主人不陷于坑里 不死在刀下 第三个 一利户说 一千个天使中 只要有一个可以做传话的 与神同在 指示人所当行的事 神就会给他开恩 说要救赎他 免得下坑 所以神两次 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 都是为了要把人 从深坑救回 救回人的灵魂 使他被光照 以活人一样 所以不是神不理 不是神不回答 而是神回答的 很多的人听不见 神用不同的方式回答 人却没有接收 或是神巴不得找到有人 去帮神传话 但是却找不到这样子的人 所以为什么 罗马书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受差遣的人 怎么能够听到道呢 所以主在这里 其实是愿意对人解说 有时候神感动我们去看望 但是我们不去 所以在 一利户在这里说 一千个天使中 只要有一个肯传话 神就会拆他去 去对人实行恩典 所以我想我们服侍主的人 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做神话语的出口 要能够顺服神